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心香港的情况 香港的战中运动今天已经进入了第14天 在香港政府以部合作运动升级为由 取消和学生的会面之后 昨天晚上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涌进金钟集会 抗议有关的活动 有关抗议活动的情形呢 现在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 请海燕为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的最新情况 海燕您好 请问您在线上吗 您好 我在 是的 我们想先请问一下您现在就在这个活动的现场 今天的活动情况如何 和人数的还有这个参与这抗议的这个民众的这个 应该是现在陆陆续续的人来了以后 大概晚上9点钟到10点钟左右 人潮应该是最高峰 目前现在呢这个现场大概有六七千人 是的 那么海燕呢我想再问问看 今天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战中运动已经持续了大概14天 那么许多民众呢也有发出这个反战中的这个表示 那么双方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说法 比方说反战中的人有没有想要发表什么样的 发动什么样的活动来表示这个反对这个战中行动 对啊 在旺角还有铜锣湾都有零星的这个反战中的人士呢 到现场呢跟战中的人士进行辩论 一般的警察呢都干预把两边的人分开 今天呢 就是以这个李思燕为首的叫称警大联盟 这个亲北京的这个团体呢 他们今天在铜锣湾 旺角还有金钟地方呢 摆这个接战 这个反对战中 反对这个占领行动 而且他们搞一些签名的活动 并且要求警方呢进行清查 他们声称呢 如果在星期二午夜 这些学生和市民呢不撤离 像铜锣湾和旺角这两个占领区的话呢 他们会发动所谓的反包围行动 但是呢 预计呢 这个目前不知道 到底他们能够号召有多少人去去采场 去参与这个反战中的这个行动 就是有上前一阵就在旺角发生的 这个是反战中跟战中人士的这个严重的一个冲突 在那时候呢 大概反战中的人呢 有大概三四百人 而且呢 其中有这个黑社会介入 但是从那儿以来呢 现在一直基本上比较平静 是的 那么海燕最后我想再请问你 对于在香港政府方面 对于港人抗议这个政府搁置对话的进行的这个场抗议 在香港政府今天有没有什么新的回应呢 对 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今天在广州出席珠三角洲 这个一个经济论团时候呢 对媒体说 就是他本人对跟学生的对话被搁置呢 表示很失望和不安 但是呢 他说任何跟学生的对话都要基于 8月31日 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政改的决定这个基础上 另外呢 另外一个就是海燕必须基于 落实2017年这个香港特首这个普选 是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海燕辛苦了 也请